牧场之国 荷兰是水之国 花之国 也是牧场之国 一条条运河之间的绿色滴地上 黑白花牛 白头黑牛 白腰蓝嘴黑牛 在低头吃草 有的牛背上 盖着防潮的毛毡 牛群吃草时非常专注 有时站立不动 仿佛正在思考着什么 牛独的模样 像贵妇人 仪态端庄 老牛 好似牛群的家长 无比威严 吉木远眺 四周全是碧绿的丝绒般的草原 和黑白两色的花牛 这就是真正的荷兰 这就是真正的荷兰 碧绿色的滴地 镶嵌在一条条运河之间 成群的骏马 批批 飙飘 飙飞体壮 除了深深的野草 遮掩着的运河 没有什么 能够阻挡它们 飞驰到远方 辽阔无垠的原野 似乎归它们所有 它们是这个自由王国的主人和公爵 在绿色的草原上 白色的绵羊悠然自得 黑色的猪群不停地呼噜着 像是对什么表示赞许 成千上万的小鸡 成群接对的长毛山羊 再见不到一个人影的绿草地上 安闲地欣赏着 这属于它们自己的王国 这就是真正的荷兰 到了傍晚 才看见有人架着小船过来 坐上小板凳 给严肃沉默的奶牛挤奶 金色的晚霞铺在西天 远处偶尔传来汽笛声 接着又是一片寂静 在这里 谁都不叫喊吆喝 牛脖子上的铃铛也没有响声 挤奶的人更是默默无言 远河之中 装满奶桶的船只 在舒缓平稳的行驶 满载着一罐一罐牛奶的汽车 火车 不停地开往城市 车船过后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最后一抹晚霞也渐渐消失了 整个天地都暗了下来 狗不叫了 圈里的牛也不再发出 喵喵声 马也忘记了踢马房的等板 沉睡的深处 无声的滴滴 漆黑的夜晚 只有远处的几座灯塔 在闪烁着微弱的光芒 这就是真正的荷兰